你腦袋进水了 不对 你脑袋进埋害了 这两年 随着新闻的大量报道 普遍大众对于空气污染 有更加一步的了解 对于什么是PN2.5的空气污染物质呢 大概应该也可以略知一课 但是 我们都知道 PN2.5对人类是有危害的 但是总是无法完全说明 它到底对人体有什么重大的危害 所以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PN2.5吗 你知道PN2.5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 不只对你的呼吸有影响 其实 对于你身体上的任何器官 都有很大的影响 让我们今天来聊聊 什么是PN2.5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哦 记得按上通知 这样就有最新的文章会通知您哦 PN2.5 PN2.5其实是一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污染物质 而2.5微米大概有多大呢 微米就是10的负6次方公尺 如果拿东西来比喻的话 一个红血球的细胞大概是6到9微米左右 所以2.5微米可以说是比红血球再小一半以下的大小 这样的大小的物质 虽然体积很小 但是接触面积却很大 很容易吸附一些大量的有毒物质 像是代药锡 多环方向品化合物 重金属等物质 不过因为PN2.5非常的微小 所以它很容易通过人体的呼吸系统 达到肺部的生成的部分 当达到了肺部后 PN2.5更进一步还会进到你的血液中 随着身体的循环系统 到达了你体内不同的地方 所以PN2.5的危害 不只只有表面上的呼吸系统 它包含着你身体中的所有器官 而PN2.5从哪里来呢 PN2.5其实在原本的大自然界也会自然发生 例如火山爆发 森林大火 自然风化所产生的微粒 都有可能会产生PN2.5 但是近几年来 主要PN2.5的来源 大部分都是来自人为的产生 像是烧煤 汽机车的排放 都是主要PN2.5的来源之一 随着工业化大量使用石化产品 PN2.5的浓度也越来越高 对人体的影响也进一步的加大 PN2.5对人体的危害有多深呢 这一次的主题谈的是 PN2.5对人类的脑的危害 在2015年在美国心脏协会期刊中发表一篇论文指出 研究人员对于居住美国 新英格兰地区 943名健康成年人的调查中 并收集这些人的居住地 与主要交通干线的距离 利用核磁共振观察脑部其结构的变化 结果他们发现 PN2.5的浓度每增加2.5为克 脑部萎缩的几率 就会增加0.32个百分比 而这样的大小相当于一年脑部自然老化的程度 并且除了脑部萎缩之外 研究人员也发现 同样的状况下 罹患不知觉中风的几率会高出46% 除了这篇研究之外 在2017年的Science的期刊中也指出 空气污染可能和埃斯海默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在这一连串的发现之下 我们对于空气污染不只停留在我们对于呼吸系统的了解 而是对我们的肝肾脑整体器官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如何改善空气污染以后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经过以上的解说 你对空气污染有更加了解了吗?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我会把一些连结放在说明的地方 最后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空气污染和失智症有很大的关联吗? 其实答案就在连结中哦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与留言讨论哦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分享和订阅我们哦 我们下一次见了 拜拜